歡迎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直播環節 大家好 如果大家想問問題的話 歡迎打電話來民股熱線2046566 或者把問題的電郵到askbschannel.com都可以 這次嘉賓是我們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 Jason 你好 阿明 你好 好 聽聽嘉賓觀眾的電話 看看他們有什麼問題 第一位接通的有張先生 張先生 你好 你好 有什麼問題啊 張先生 我想問一問 我心目中想 我是0992聯想的 上個月他派完去徐政後 我勾了四個半的時候我入了 他沒有多久 7月11號我入了 他大概10天到5.4 我沒有走到 我任由他 然後就跌回五零幾 上個星期 但是昨天就急升 今天就整固 我心目中 究竟是走了一轉 再下賣 還是還是先拿著他呢 好 聽聽嘉賓觀眾的意見 都是想找位 走了 都是一個短線小小的部署 有時聯想集團 992 又再炒上來 現時在做五角四頭三 炒好之後 又稍微回落 現在在跌兩線 我之前在炒AR、BR概念 最近跟整個手機設備股 又再炒上來 搞定觀眾問點部署 已經有少許利潤在手 要不應該先走去 聯想這隻股份 如果你說它的基本面 都不是太理想 始終之前公佈的手機 又或者是平板電腦等等 出貨量 其實都不是太好的表現 至少你見到它的試占率方面 都是這一兩年裏面 明顯是下跌了 跌了多少 你說這一陣炒上來 就好像剛剛講到 都關於一些AR方面的概念 之前都說 跟Google那邊 都是在研究一些AR方面 一些功能 可能有些相關的電話 或者一些裝置會推出 但是我相信這個 還是很初步的概念 你說到最後 這一類的業務 是否真的可以幫到公司 有一個很大的盈利 我都還有些保留 始終現在大家都還很關注 去跟Motorola方面 那個合作 來今出的新機 是否真的可以很受歡迎 但是我自己看 由於它那部機 都很多是用一些 所謂Windows方面 那個作業系統 在那個叫作力方面 未必說會真的太大 所以你問我的股價 還可不可以升到很多 我就有些保留 如果你說真的這麼好東西 在四個幾 這麼低的位置買了貨 其實你現在的利潤都不少 我的建議 其實就不要太貪心 可以考慮可能在現階段 這些價位 就先走了 那極其量 你說接下來 真的有機會回到 可能五元左右 或者五個二樓下 到時候再買都可以 至於你說這一層 真的要看上去 其實我自己看過 上網目標 都是大概五個六毫 五個七左右 那些位置 其實阻力都比較大些 變相如果你說 現在這些價 看上去的幅度 不是太多 我就覺得你拿著它的直播率 也不是太高了 好 希望都幫到 張先生部署借992 順便和大家都跟進一下 最近來說 手機設備股熱炒的板塊 現在轉身表現 見到就是TCO通訊 正在升冷鮮 正在做7.15號派集團 昨天來說大升之後 今天來說又翻過少許整股 跌下來2% 正在做1.58號 瑞星科技信譽光學 今天休息一休息 兩隻連入破頂之後 見到瑞星現在正在做74.5號 跌下6.5號 至於信譽光學 就在做33.65號 跌下1.1號 好 看看家庭觀眾電話 在旁邊今次有梁小姐 你好梁小姐 你好梁小姐 我想問那個8.229 8.229 Future Data 好 我有6號 又有3號 在公司入行 我又看那個業績怎樣 他說 你知不知這間公司做什麼 你知不知這間公司做什麼 知道 這間公司主要是在韓國 有網絡連接 雲端計算等等 電子相關的股份 但見到其實不太多資金 去到買這支股份 比較少留意些 Future Data 兩個加日日日子公布業績 家庭觀眾幾乎貨在手 有些是6號 比較高點 有些是3.9 現時股價在4號 升上是2.5% 家庭觀眾問 接下來的業績怎樣看 又說 其實如何部署這隻股份 業績暫時兩個加日日子 才公布 暫時還未知 家庭觀眾是否應該先等 這些股價相對沒有怎樣看開 很難說業績 也看回二銀行公司 今年6月底才用一個配售形式 上了創業版 雜資方面 二千多萬 當中很大部份 都是放在韓國方面的發展 例如在首爾、釜山、金周市等等 設立一些辦公大樓 一些新服務點等等 即是你說它在香港或內地方面 其實又沒有什麼很大的業務 主要可能它也是集中韓國方面的業務為主 坦白說我對這間公司真的不是太認識 只是知道這些最基本的一個資料 那股價你見到它配售了上市之後 其實曾經是升了一層的 在七月中的一段 都抽到一個半左右這些高位 但是跟著它跌下來就跌得很急的 短短的一個多月裡面 就由一個半 現在跌到只有四毫子 基本上都跌了超過七成有多 如果你說本身你對這間公司又不是那麼熟悉的 那你純粹就跟一些消息炒的話 都要是小心一點 那你說業績出道理是怎樣呢 我都回答不了你 但是看現在的走勢來講 似乎就真的不是那麼樂觀的 當然你說這些細價股就可以因為一兩個消息 就會有一個急性 但是同樣地 如果你說到時候沒有一些很利好的消息出道理 那還有如果你說到最後業績出道理又不好的話 那股價再跌的空間同樣都可以很大 所以這隻股份我就沒有太多意見 那你自己看實 因為在昨天來說 都做了一個上市以來的新低 就是三毫六千半的 如果你說真的要薄的話 跌穿這些位置都可以考慮要做止蝕了 是呀 做分風險管理的梁小姐 希望都能幫到你了 那這隻股份暫時這一刻都比較危險 要留意一會 好 這次時間都差不多了 謝謝Jason 和你做分申報 先提及股份有沒有哪隻持油 沒有持油 好 恆治1點19點 最新報22,475點 國企指數升近16點 最新報92點 價錢成加354億多 稍後回來還有一節的問答環節